台灣政治上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長子規劃 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沒有人口紅綠了 少子化的問題還有伴隨它來的人口老化 在未來的20年內是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很多產業從台灣移到中國大陸去 中國大陸過去20年的經濟發展 也有相當大的成分是受益於人口紅綠 從歷史上找答案你知道嗎 大融合簡單的講就是 全球國人經濟發展受阻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產業升級 這個就有一個專有名字叫中等國家的限制 COVID-19的確也讓這個全球化有點受阻 未來20年如果最有可能產生跟工業革命一樣效果的事 我們今天來討論 這種經濟危機要怎麼解決 我常常講說2000年以後 台灣政治上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長期規劃 所以你看看 我們如果要從往前看未來20年 我們要先設想說20年後 台灣的經濟大會發展什麼樣子 我們期望它是什麼樣子 那再回推到現在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首先我們要面對一個事實 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沒有人口紅綠了 少子化的問題還有伴隨它來的人口老化 在未來的20年內是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我們透過移民政策 或者是鼓勵年輕人願意生小孩子 但是那都是20年後的事 在20年內很清楚的 我們沒有人口紅綠 過去台灣利用人口紅綠的時候 所以逼迫中國的產業移到其他國家去 實在有很大的理由是 中國自己本身上市的人口紅綠 所以它的生產成本也上升 不得不移到越南甚至印度去 那我們在上市人口紅綠的狀態下 如何讓台灣的經濟可以新的發展 我們來看看從歷史上找答案 中國跟印度在幾百年前是世界主要的經濟體 但是在18世紀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以後 新的生產技術帶來產整個經濟的快速發展 所以在英國之後包括法國德國 就是甚至到美國甚至日本 紛紛搭上這個工業革命列車的時候 這些國家就開始進步 那中國跟印度沒有搭上這班列車 它就落後了 所以有一個叫大分流 就工業革命讓世界的經濟體 有搭上列車的進步很快 沒有搭上列車就落後了 那一直到20世紀以後 出現了一個叫大融合 大融合簡單的講就是全球化 就是不同的國家 它會按照它的需要去做國際分工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在過去30年 台灣的這種加工出口 會很發達的時候 是因為這些國家先進國家 把它獲利率比較低的產業 移到這些開發中國家來執行 台灣過去30年 經濟發展受阻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沒有產業升值 因為我們一直在做代工 你知道嗎 這種勞力密集 然後獲利率比較低的產業 那你想想看 當我們工資開始上漲的時候 這些產業一定會移到 工資比較低的地方去 所以目前整個產業 從台灣移到中國 再從中國移到 包括越南 甚至將來會到印尼 印度甚至到非洲去 這個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中等國家陷阱 就是說讓你國家 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如果你不能再升級 那你的公民收集就被定在哪裡 因為可以跟你做同樣工作的國家很多 那這些國家在逐漸的進步當中 就開始來跟你搶這個工作的機會 所以是過去 二三十年當中 我們看到台灣的經濟發展的困境就在這裡 那麼 COVID-19 的確也讓這個全球化有點受阻 所以整個產業斷鏈以後 整個生產鏈在充足 所以當利用這個生產鏈充足的時候 來思考說 在全球化浪潮被打破的狀態下 台灣如何面對 未來二十年的經濟發展 從歷史上來看 工業革命造成上一次的大分流 就是成功的國家 跟沒有跟上的國家 未來二十年 如果最有可能產生跟工業革命 一樣效果的是人工智慧 就是說能夠搭上人工智慧發展的國家 會很明顯經濟發展得更好 那沒有搭上的 就會慢慢被擠到後面去 他永遠只能撿那些 先進國家的一些 說謝謝也可以 就是撿他們剩下的 然後大概就能維持溫飽這樣而已 這也是我們目前 如果台灣經濟發展要突破的話 最終要去思考的 那麼如何發展台灣未來二十年的 人工智慧產業 我認為大概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國際資金的廢集 然後在台灣新創產業的發展 另外是高級人才的培養 初期一定是從國際引進高階人才 然後在過程當中培養台灣自己本身的高階人才 另外一個是台灣的整個產業要轉型 我們要從那一種代工產業 走上創新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為主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說明 首先講這個匯級國際基金 跟這個創新產業發展 我們常常是說 我們要找成功的Model 要不要看看以色列怎麼做到 第一點 它有一個叫做資本投資獎勵法 它對外國企業到以色列去投資 它有提供固定資產 甚至薪資的補助 然後在鼓勵外銷 還給它一些輸稅的減免 再來以色列是以國家的力量在發展新創產業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有去參加一個 參觀那個以色列創新局 Innovation Authority 它是以國家的力量 特別針對創新產業成一個部門 那這個部門就會去不管是國內的 或是外國進來的這種新創產業去做連結 那輔導他們的發展 那最後他們一個天使投資法 他們的方法是這樣 新創公司如果在前四年 在支出方面 R&D就是研發的部門 占到70%以上 他們給它特別的租稅待遇 所以以色列透過三個方法 來建立他們自己的新創產業 第一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法律 可以讓國外的資金流霍 然後他們有國家的力量 成立專門的機構來輔導 第三 他們在整個輔導過程當中 非常強調創新 所以凡是在創新方面的投資 他們都特別給它獎勵 那第二個我們要討論高階人才 什麼叫高階人才 它有個定義 專業性高取代性低 叫做高階人才 所以初期我們是從國際引進高階人才 那終極目的是要建立台灣自己的高階人才 那最後是一樣 我們台灣的產業還是要轉型 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已經沒有人口鋒利了 我們必須發展人才鋒利 而人工智慧應當是未來20年 我們要發展的產業